好 接下來第七題 我們還是一樣 請一個同學來看看 初一的同學 27號 27號看 這個題目要怎麼算 把小數化成分數 可以 也可以化成分數 化成分數也沒關係 也可以做 這個是五分之七 這是五分之六 除以這個是 五分之三 接下來呢 相整能相加 指數相加 五分之七加上五分之六 相處呢 相減 再減五分之三 比如說剛才用小數字 直接做也可以化成分數也蠻好 好 接著呢 所以這個加起來應該是 五分之十三 五分之三 就是五分之十 這個可以變成 五的二次 所以這個答案能 二十五 好 接著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看起來也差不多 所以呢 我們呢 第一步 我們就先把它變成 這個是五的四分之一 我們照寫 這個呢 一千可以寫成十的 這兩千相整 這兩個相整 這兩個相整 等一下會複複的 這 一千可以寫成十的三次八 這兩個相整 就是複複的 複的四分之三 乘上複的九分之一 複複可以得正 然後 我丟掉一個圖 謝謝 然後 這兩個可以約分一下 然後這個呢 八個寫成二個三次 好 好 那這個 再相整 再相整的話 就是 十的 三乘一 十二分之一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 二的 這個也是三乘上 四分之一 那這個可以約掉 變成四 好 然後你發現 這個五就是十這二 所以要怎麼辦 比較方便呢 把這個十塊 補成二 非常好 好 這是 五分之二 那其實這四分之一 其實就補 叫四分之一 跟二的四分之一 直接補出來了 那這個是二的四分之三 好 那 這兩個 負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就不見了 就補了一次 就是 二的四分之一 乘了就是加了 加四分之三 那就是二的一次 那五的零次是多少 一嘛 對不對 一 那一乘你二 那就是二 那就是二 好 OK 沒有問題